欢迎收听coco早餐 会开始有季节的变化 希望身体平常 比较会受到季节影响的 听众朋友 您的家人 特别是长辈 可能要特别来注意 好 今天看报纸 你会觉得很有趣 自由时报 讲的是普景会提前跛脚 当然中国时报 跟联合报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说是红席会 当然现在的国民党 是一个在野党 如果是执政党的话 红席会就不得了了 不过不管怎样 对于很多的 比较意识形态上面 跟国台办 或说大陆的 统一的终极目标 比较相似的 媒体的表现 当然也不委过了 不过刚才我在跟我的 我们的制作人秋如 在开玩笑说 今天的苹果日报的头条 是李严谨 不是红袖柱也 你就知道了 这个对于柱柱姐来讲 今天打败李严谨 在媒体处理上面 我不知道 我是没有评价的 因为每一个报纸 他的诉求是不一样 我是觉得很有趣 这个司机跟问奖 这个有冲突 这个问奖 现在好像有限制住居 这为什么会这样 应该是喝醉酒吧 前几天有一个Uber 的性侵案 大家记不记得 这是一个Uber的司机 他宣称他是用他的太太的车子 去登记当Uber司机 当Uber司机 他不是专业的人士 他应该就是兼差 现在很多人喜欢坐Uber 他带了一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 原先是出来一家KTV 他从一家KTV出来了 然后他还要到另外一家KTV 可是其实这个女生 已经是喝得烂醉入泥 因此到了地点的时候 小黄 对不起他不是小黄 就是Uber的司机先生 就觉得说 他这个没下车 那他就居然就新生这个银脸 然后就把他给带到 这个新美市的motel性侵 那等他清醒之后 发觉他就去报警 而且对警方的监视器 非常清清楚楚地拍到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案例的背后 当然我不是说女生不可以喝酒 而是说现在的这种 喝酒闹事跟连警的这些状态 有非常多 那到底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我们可能需要了解一下状况 但是这种喝酒的 这个自己不省人事 那当然也不应该去性侵他 所造成的这个伤害 在年轻的这个女孩子 这个当中像连警这样子 喝了酒 然后又跟人家小黄 这个问奖 这个朋友 这个去吵架 实在是也是 也是很奇怪 那我们的问奖 可不可以发起 不要去载这些家伙呢 以前有的问奖是这样子 因为他觉得你喝醉酒 会在我的车上吐 结果后来 这个是问奖 跟这位连警之间的冲突 另外前面讲到 那位Uber的司机先生 那他的结果是什么呢 他说因为他是Uber 他怕他载他 他不下车 他没地方去 他担心他 把他送到警察局的话 那警察呢 会会会罚他 因为他是Uber 那这个他没有合法的执照 但是不管怎样呢 这个对这个很多 这些事情背后 当然如果你要问的话 这里面有非常多 强烈的因素在里面 只不过这样的新闻 其实负面效应程度 是还蛮高的 那就希望这个喝酒的时候 也应该招个伴吧 那你这个有伴他还可以帮你 看看是怎么回事啊 他还可以替你这个扶你回家 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 也曾经是这样疯狂 谁无这个少年十五 这个二十时呢 可是总要有一些基本的 基本的这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嘛 对不对 也很奇怪 当时那个女孩子 她喝完酒以后 为什么她的朋友都没有人理她 然后把她一个人放到这个 问奖的车上 然后就让她 就让她这个走了 然后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那至于连锦跟朋友的问题呢 那 就事实上 其实公众人物 在很多的事情上 其实 不要不要不要这个 在很多的场合里面 不要有太多 闹事的这种导火线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 因为不管怎样 其实 闹出来对 当事人其实 就是对 这位问奖来讲 他 虽然他也有一点 法律上的责任 可是对于 公众任务来讲 其实是 其实是 真的是不好的 这个 多年来 经过很多的 内化的这种 自我的理解 跟社会 对于公众人物的 这种要求 像我自己 就是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 清楚的知道 我不可以做什么事情 我可以做什么事情 比方像 这个 什么 酒驾这种 总喝了一点点酒 你要这个 去上 上路这种事情 我是 不做的 私也不做 人家朋友 有的时候会说 这个 你呀 没关系嘛 你就喝一口 一口 千万不要以为 这一口呢 就可以过关 要么你喝了一口 你就不可以去开车 就是这么简单 这种叫做 自我约束 这个社会机制 他本来给的 这个约束 就是这样子 所以 对于发生 这么奇怪的 这个 事情 像 连锦的这种 朋友们一起 喝酒 然后搞成 那样 这事情 我实在觉得 还蛮奇怪的 另外 当然 陈水扁总统 昨天呢 去音乐会 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呢 要回过头来讲了 陈水扁总统的 这个特赦与否 这是 蔡英文总统的职权呢 我是没有 什么样的 这个 大的意见的 但是 依照现在 我们看 陈水扁总统 他的几个 相关的案子 如果说 陈水扁的 元大并复华 龙潭案 以及 这个 陈敏勋 这个案子 他应该是 这个 就陈敏勋 买官 他是因为 这三个案子 这个被 合并执行 二十年定验 如果说 元大复华 阿扁有罪的话 那 马英九的 这个 富邦 跟北英的 合并案 应该不会 没有罪 换句话讲 特赦 陈水扁的时机 是什么时候呢 我不知道 但是我认为 如果 马英九 他现在所涉及的 这些案子 不管是被控告的 国发院的 贱卖土地案 我讲的是 这个 这些案子 大巨蛋案 以及 富邦 并北英案 现在在 地检署里面 有二十四个案子 但是我们所明显 这个比对 证据出来的 这三个案子 他相对于 陈水扁 已经被定验的 就被判刑 而且坐牢的 这三个案子 马英九 不能没有罪的 如果这几个案子 马英九最后 都判无罪 那我觉得 这个国家 确实要让 陈水扁平反 而且还要 给他国陪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三个案子 元大并 富华这个案子呢 是杜立平 元大的 相关的人士 他给了两亿 给吴淑珍 然后元大的 马维成说 是为了买安心 因为事实上呢 元大是在市场上 去买 这个富华的股票的 那 同时呢 在判决书上面呢 这个我们的 最后判决的理由呢 法官 这个是说 因为呢 这两亿元 这个 陈水扁 不会不知道 而且呢 元大并富华 他虽然不是总统的职权 各位哦 虽然不是总统的职权 但是呢 嗯 他们认为 马英九 的前任 陈水扁总统呢 是有 实质影响力的 因此呢 他这个实质影响力呢 就被认为 是跟吴淑珍一起 犯了公务员 贪污图利的罪 按照这个标准来看 富邦北英案 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是 马英九总统 吃过富邦的鱼翅宴 他吃过富邦的鱼翅宴 那就表示 他的属下们 都知道 他跟富邦无措 那更别讲 其他 啊 这个 嗯 图利的部分呢 是 中间 啊 涉及到了 啊 台北银行 的分行 台北银行的不动产 没有重估价值 用非常的低价 卖给富邦 有人估计是 市库损失80亿 也有人估计 损失300亿 不管怎样呢 这都图里的富邦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算是 你马英九市长 没有直接的指示 可是你下面的财政局长 李树德 他的角色 难道跟 吴淑珍 跟陈水扁的 亲密程度 不能相 类比吗 如果用这个方式来看的话 元大富华 案 阿兵有罪 富邦北银案 马英九 不能 没有罪 如果马英九 没有罪 阿兵 就是被冤枉的 就应该 特赦 而且平反 第二个案子 龙潭构地案 龙潭构地案 也是因为 郭承云 他们家族 想要搞一个 把那块地出手 然后呢 就把钱 给了 吴淑珍 然后呢 就由 什么什么 国客会啊 就用一种方式 跟陈水扁 见了个面 然后就把那个地方 化成了工业区 耶 这个案子 陈水扁 也是因为 实质影响力 被判刑 那我请问你 国发院的那块地的 原理建设 买了 国民党主席 马英九 任内 卖的那块地 然后呢 那个时候的 马英九 是台北市长 到 2006年 07年左右的时候呢 由于新任的 台北市长 没有动那块地的地幕 没有变更地幕 所以原理建设 在报上登了 三篇广告 骂马英九 就说 你的承诺在哪里呀 等等 然后 一丝还要勒索 威吓马英九 你知道吗 我要揭发事实了 后来 到两年以后 好龙斌 就把那块地 给这个 变更地幕了 这个是国发院的 原理建设那块地 他卖了40亿 其实已经 已经是背信于 国民党 因为建卖 这是马英九 那马英九 在卖的时候 有没有 暗示同意 或说 用实质影响力的方式 来告诉他 可以变更地幕呢 后来好龙斌 在马英九 当总统的时候 把他变更地幕了 那是因为 马英九的实质影响力吗 曾经有报道说 好龙斌 去过总统府 哇 国发院的这块地 跟龙潭构定案相比 还真的是 大屋变小屋了 因为龙潭比较小屋 阿边有罪 马英九 会没罪吗 国发院这块地 实质影响力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看 大巨蛋这个案子 大巨蛋 陈敏勋 他送了一千万 给吴淑珍 然后呢 陈水扁就把财政部长 林全找来 然后就想办法把 陈敏勋弄去做 101大楼的董事长 然后 林全没罪 阿边有罪 吴淑珍有罪 请问你 大巨蛋的评审改名单 大巨蛋的权利金 李树德 说两个头儿有见面 这个不能相类比吗 你自己的 我看你